花蓮县长傅坤奇正式宣布将参选连任花蓮县长 让人意外的是呢 上届选举才遭到国民党开除党籍 这次他又重新申请回复国民党籍 为年底的花蓮县长选情投下一颗震撼弹 而他也针对了弗莫等社会议题 呼吁马总统应该召开国事会议凝聚共识 傅坤奇 愿意在国民党最无助的时候 来加入国民党 让我们国民党能够有更大的力量 请你们多给坤奇一些时间 让我继续服务 花蓮县长傅坤奇宣布参选花蓮县长连任 同时申请恢复国民党党籍 将会递交申请书给当主席马英九 此换一出立刻为年底选举投下震撼弹 县长啊 县长啊 将会议花蓮民众到辞生员傅坤奇 民调居高不下的他在国民党党都还没有推出 华人县长人选的时刻突然宣布加入国民党 争取党内支持 让许多人都大为惊讶 而对于反古贸等社会议题 傅坤奇也提出呼吁 我们在这里恳切地呼吁马英九总统 以国家最高元首格局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针对核式的问题跟对福报的问题 跟为社会上很多户序不足的问题 立刻召开国事会议 现年51岁的傅坤奇2009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以无党籍参选花蓮县长获得胜选 日内的民意支持度也相当高 宣布重回国民党又对国贸问题发表判罚 年底的花蓮县长选举看来傅坤奇是信息满满 年底的傅坤奇是信息满